今天大白哥来我们家 来我老公的店里来刷一个卡 正好呢来咖啡厅喝点什么 然后想跟他说点事情 就是把那天拍的公公的视频给他看呢 大白哥也不怎么愿意看我公公 是我的吗 我的苹果汁 你要喝吗 你要喝 要喝吗 要喝吗 要喝 你要啥 你要啥 你要一个爸爸的 아빠가 그때 만났는데 갑자기 막 阿明子한테 재婚하고 싶다고 아무 생각은 없더냐고 뭐 그러고 阿明子가 엄마는 어떻게 하냐 엄마가 뭐 돈 줘야 되는 거 아니냐 아빠가 뭘 준다 돈 줘봐요 뭐 이제 다 까먹지 않냐 나는 근데 얘가 뭐 내가 하고 싶은 말 뭐 해야 되는 말을 알았어 다 하길래 그냥 가만히 있었어 그래서 사람들이 왜 가만히 있느냐고 그러는 거야 나보고 나도한테 해 응 또 돌아버렸어 또 돌아버렸어 진짜 또 돌아버렸어 진짜 그러면 누구 해 알았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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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는burden 나 сколько 50대 후반 50대 후반 내 애들이 뭐 아들 주면 딸 주면 아들 하는 일에 내 아들 하나 영혼식장 정상하고 아빠 그런 말하면 어떡해 알았어 아들 하나는 결혼하지 않았대 아빠 그만 그런 그만해 그래 내가 얘기했지 뭐 너 그 이모랑 살아도 되는데 근데 재산은 뭐 어떻게 하냐고 我忘了一个词 我忘了 我忘了 你怎么知道 我忘了 我忘了 所以如果是金正男人十分之一都不在 他人跟金正男人一起去 就像那一位 那你不在乎 爸爸 对 爸爸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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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生了一些生存的關係 最近他們跟生存在一起 有些社會的關係 父親們就回來了 現在他們說這一次 所以現在他們有資產 要有資產的資產嗎 美國人的資產 以前要求得到 絕對不贛的資產 未来再跟着想要不及得到 我该不想要勇的目標 是我中生日予有關 这需要一起时间 未到有一些交易就能听到 我可以接受吗? 但我遇到你这样子 当我遇到这些交易就会 因为我肯定会去 我如果 włas级 所以我也不肯定会说 我肯定会不会接受 ..! 就是 什么时候 也不等会 还是 不是 没有太容易过 就这样的 这是真的 wonder 真的 wonder 这些技能 ¿Level了? 不是 那是套房啊 那是套房子 那是套房子 有点外套房子 你一直不赏 你们一定要 你兜上你要来 你一直不赖房子 你一直在买房子 而且我也有 一般都在房子 不是 兔子 は 河元 兔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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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兔子 不上 他 你不管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把服補著著 那你東西就大沒買 就買了 那你可以買了 那你什麼事 這可以吧 你最近都沒買 之前倆很喜歡 嗯 以前而且你不是看 最近妻子 什麼感覺 我現在誦頭鑄要做 嗯? 我们已经回家来了 刚才手机没有电 后来他俩的聊天都没露上 然后就说到他 说到我婆婆嘛 然后就后来我就问 我说大哥要不要告诉妈妈一声 然后大白不就说 哎呀别告诉他 告诉我 他又上火 就说让我公公 我自己去处理吧 然后他们哥俩的意见是一模一样 那家伙俩都说不让告诉 我看我看留言大家都说让去告诉 那你说咋的 他俩不让告诉 那我就得啥 我也别告诉了 然后我觉得吧 就像那个留言中有一个人说 说那婆婆天天回家的话 他偷门回家吧 不是也公公说 每次就回答点东西啥的 说那婆婆应该能不知道吗 婆婆我觉得是能知道 但是呢 就知道有人跟他一起生活吧 但是不至于到离婚的地步嘛 就是都这么多年了也没理 但是他俩就是 因为我从结婚开始 我婆婆就一直在跟我们住 偶尔回家 像我公公讲的一样事的 所以我公公前没有人家做饭 没人家洗 就从我认识我老公 2017年的年初吧 然后我俩就开始谈恋爱了 都要结婚了 那时候我俩我们就租一个房子 然后我婆婆就一直跟我们一起住 这都四五年了 四年多了吧 对吧 然后 他就是只是偶尔回家 偶尔回家 就一周可能回去一次 或者两周回去一次 所以 他可能是知道有人跟他一起住 但是不会想到 公公真的想去再婚这个想法 然后大白哥的意思是 也不要告诉 而且年轻他俩谈话 有些有些事情我不知道啊 他俩都知道我婆婆是什么样性格 就是觉得争取不来就争取不来了 因为这俩儿子也知道 他妈妈是一个白家的妈妈 因为我婆婆对大白哥也是不闻不问 之前有女朋友的时候 好像婆婆还没事去她家看到女朋友 后来就我跟婆婆讲 我说 大哥好像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然后婆婆还说 哎呀分手就分手吧 这样说 说分手就分手吧 当时我去她家的时候 那个小姑娘就一看我来了 她就赶紧走 就是那个小姑娘 人家没结婚嘛 对不对 那你看 未来的婆婆来了 咋说呢 可能也是有点不得劲吧 然后我听我婆婆的意思就是说 每次我婆婆去大白哥家的时候 给她送 送那个衣服呀 送吃的可能没少也没少去吧 送给那女的衣服呀 羽绒服啊 都给 然后送吃的啥 可能就是为了让大白哥也快点结婚吧 后来那个女的就是一看我婆婆来说 哎呀那那个阿姨我就不在这住了 那个怎么怎么着就走了 就找个借口就出去了 后来婆婆也听说她来分手 然后婆婆说 你分吧 我当时还挺激样的 然后把大白哥 大白哥呢 也就是说不像我们就天天住在一起嘛 就也知道她妈妈不赚钱 不怎么样的 也是个败家的妈妈 可能 然后我老公也是说 你别告诉我 昨天我在那放 爸爸的放我公公那个视频嘛 然后我婆婆在那屋 就是那个打电话呢 然后老公说 你小点声 你小点声 你别让妈妈听见 然后我就把电话赶紧小点声 哎呀 反正是我也不管 他因为咋的咋都吧 那个 儿子都不让告诉 然后大家都说 哎呀 我老公像个软式的事件 然后也不自身 其实我老公是说 那天我把我把干净的话 都我自己那个就是给说了 所以他就没啥说的了 嗯 就是说他也知道妈妈 婆婆每天在惹祸 他也不好去 说再多话 也不是怕他爸爸或者咋样的 嗯 就是财产也不能到我婆婆手里 然后我老公也说 就是 呃 婆婆只要不签字 那婚肯定离不了嘛 我觉得吧 就是即使不告诉他 嗯 我公公 除非自己来找我婆婆 是得打离婚吧 除非 除非这样是 但我觉得 哎呀 到目前还没看到这个端倪 只是说 公公告诉我了 然后既然大白哥也知道了 他要再婚这事 那我觉得 即使我公公不给大白哥 呃 啥的话 大白哥肯定也会自己去争取 对吧 我觉得这哥俩也不能说的 就 啊 谁都一分钱不要了 都让人家那个女拿走了 对吧 反正我又我就别管了 然后有的姐姐给我留言说 对呀 你可别管了 你就管好你自己事得了 你就老管他们干啥呀 就少插和了他们俩事得了 把我 然后 我其实也是 哥俩 自己争取吧 对吧 反正是我是媳妇 你 你别亏在这我就得了 对吧 我也是想 一开始是想为婆婆争取 那争取不来 你说我也尽力了 那咋着 我就说 然后 这哥俩竟然都知道了 如果说 呃 公公真要 就真要动真章了 就说 我就非要离婚 我就非要跟这女的结婚 那我觉得他这俩 这哥俩肯定也不能 那个 呃 善罢甘休吧 对吧 那个让他俩去 跟他爸争取吧 如果说哈 但是也不 不犯有一种可能 就是 我老公和我和我大白哥 就是都放弃财产 就是你来给谁给谁吧 我自己挣钱 自己花 也有这种可能啊 哎 所以 到时候还是看不够吧 对吧 我就是 嗯 我就起个辅助作用 嗯 在背后 在背后推波助来一下 然后 因为爸 你说 你说那作为一个媳妇是吧 你说眼睁这个那 我花不着他钱 但是你说以后的财产 他 我儿子也没捞着 然后都给人家别人 姑娘儿子了 你说那我伤不伤货 是吧 虽然我老公不伤货啊 我老公是一点不伤货 因为我跟他说过 我说的 哎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 那个人家那女的 把财产拿走 我老公的远话啊 就说的 哎 谁拿谁拿走吧 哎呀 反正那个也不是我证的 他愿意给谁就给谁 我老公远话啊 你说你亲亲亲的 不啊 呵呵呵 反正这样 我觉得吧 我婆婆是肯定不能允许啊 你直接给别人别的女的了 对吧 我呢 作为一个有现实的女人 其实我也允许不了 大家可能觉得 说我俩多管钱 是跟你有啥管心 那钱还不是你的 但是不是想想心疼吗 你说 啊 哎呀 行啊 然后那个 后续有什么进展的话 我再说吧 谢谢大家关心啊 谢谢大家给我留言 然后那个 私信啥 我基本上都看了 我能毁的 我毁大家 我有的私信 我都给我老公看 我说你看看 你说这都是真实的案例 咋的 然后他说 哎 你那都是那个什么 你不用看 他愿意给谁给谁 不给你拉走 这样是 行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录到这里啊 拜拜